歡迎來到廣泊訓 King Auto's 選一 今年五月台灣本田推出眾手矚目的炸改款 HR-V 不過在售價部分卻保密到底 直到上禮拜才終於公佈兩款車型售價 分別是 S-Plus 進化版 81.9 萬 以及 Prestige 尊容版 87.9 萬元 想知道全新第三代 HR-V 有哪些突出之處 快滑到影片下方文章連結 讓試駕此車款的冰冰分析給你聽 驚雪二 Mazda 在引擎研發方面很敢於嘗試 不管是過去紅洞一時的轉子引擎 或是當今獨步車坦的 Skyactiv-X 汽油壓軟引擎 都突破了許多技術瓶頸 為內軟機發展帶來不少貢獻 所以想知道這具引擎有什麼賣點 趕快點進文章一起來找答案 驚雪三 身為冰市最常銷的豪華運動修律 全新大改款GLC導入多樣化的動力編程 包括有 48V 高效 輕油電汽油及柴油引擎 Flocking Hybrid 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 加上安全舒適等多項間斷科技 不僅提供傑出的道路操控安全性 出色的駕駛動態 與卓越的淵野性能更受到眾多車主青睞 封選四 鴻海預告將在今年 10 月 18 日 舉辦的鴻海科技日上 展示量產版 Model C 與另外兩款 全新設計車款 其中一款可能是純電皮卡車 現階段鴻海將逐步落實全球整車 製造產能關鍵零組件以及軟體的布局 目標希望在 2025 年全球市場達到 5% 電動車產業營修規模達到 1 兆元 以及每年電動車出貨上看 75 萬輛 精選五 去年首度於上海車展亮相的 定式 EQB 預計今年夏天將導入北美市場 開賣之前則事先公布美國當地售價 確認將提供 EQB 300 4MATIC EQB 350 4MATIC 兩款雙馬達四驅車型 雖然 EQB 的爆價比 Model Y 便宜 不過這款由 GLB 衍生而來的純電修律 性能表現並不如 Model Y 但相招於 Model Y 不知道要等到何時 才會導入台灣市場 EQB 則是已經確認將在今年下半年底台發表 以上的大家快速回顧本週熱門新聞 想看那些延伸報導快留言跟小便說說 更多完整報導繼續往下滑倒影片說明 就能回過文章囉 喜歡影片記得點贊 還歡迎多多分享 FB IG 也要Follow唷 我們下周再見啦 See you